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K&G 让我们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浅秋 首先介绍这一集加入我们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黄阳明 大家午安 台北市议员徐晓鑫 大家好 时视频议员张有话 有话哥 大家好 选战倒数时刻在各个议题上的攻防 持续进行当中 但是对于关水门这件事情好惊讶 居然有人会说不关水门 待我们先深入来讨论 但看到一个画面让大家心惊惊 怎么回事 陈时中的一个创作画像 还有他的签名 怎么被丢在立法院的回收区 就去追究一下发现 这个是人家创作者送给候选人的 请他签上名 结果他的办公室居然把人家送的画作 给直接丢在回收区了吗 这事还太奇怪了 那当然他12号这个号码 被各种苦手给困扰着 包括十恶不赦被网酸爆了 但陈时中当然要正面解读 说是上天给他的帮助天注定 不过他天注定的时候 万一在水灾来 水患来 大雨来的时候 居然有一个候选人说 如果是他当台北市长的话 绝对不会关水门 那么淹车就不会发生 但淹车不会发生是淹哪里呢 还有他到市场去 仇恨值实在太高了 他的解释 或者他的任何的 这个跟民众的握手 却被呛吓 呛得非常厉害 看看这段画面 你那么大声干嘛 市场这么急了 还这么多人 人家都挤不过去 在干嘛 踩着一百一万多数天要过去 民政党的好多 最正不得打八千 说会变成这样 市长副市长都说 无法变成这样 无同理心 水门是攸关大台北地区 所有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那如果有人在和题内 他一定有方法可以让他出来 而不是用不关水门来处理 如果不懂 我觉得他应该搞清楚再来说 陈时中是站在他的党内的议员 候选人的场子上面公开讲的 他说如果他当市长的话 就不会关水门 那么在和题外的车子 就不会被淹掉 但是大家记得吗 不关水门会怎么样 网路当然大家笑得很苦手 他说有 岂有关云场水淹 其军今有陈时中要水淹台北十二区 果然是十二区天注定 怎么说呢 大家记不记得那立台风 台北市是怎么淹的 我自己个人经验 我当时是从台北这个巴德路的TVBS 一早 整个晚上当然跑新闻 一早是走路涉水 这个水是到膝盖回家去 多少人跟我一样 共同经验台北市民 所以如果不关水门 当时纳力风灾 二七人死亡 失踪三个人 房屋多少岛 全部连捷运交通设施都被淹坏了 所以陈时中是预告说 如果他当选的话 民众要先买好末日生存包 台北市才不会淹掉吗 那当然他有说他会再来 公布所谓的SOP 还有他所谓防水治水的公共政策 但是他这一句话 恐怕还要解释很久 抢救陈时中现在的仇恨值民调 实在一个太高一个太低 所以蔡英文总统据说 找了两次帮他台北市 柯文哲竞选的两个重要的 包括文胆 操盘手 林景昌跟姚仁多 来要帮这个陈时中了 因为陈时中目前整个竞争总部的 步调搞不定 那么风格人设一直在变 有没有用呢 高嘉瑜为了高端这件事情 的确成为他的选情 很重要很重要的压力破口 高嘉瑜公开的呼吁 高端呼吁国人期待 政府应该要对高端求偿 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预算 不过薛瑞源我们都会服务部长 最新的回应仍然是说 高端是跟民众之间的问题 有法律的依据就可以了 政府不用插手吗 那么当时记得吗 是谁呼吁大家打高端的 谁赋予EUA给高端 呼吁大家捐出爱国手臂的 民众相信政府的后果 是你们民众自己的问题 自己答应政府说 跟他们没有关系吗 那么目前看起来 选择施打的疫苗 大家忘不了的画面都是 总统捐出的手臂 当时呼吁大家 是安全有效的疫苗 帮高端背书 背完书的结果 陈时中当时甚至曾经在 2021年12月的时候 公开的说 高端获得国际认证的机会很高 是一个部长公开帮 如果是私人企业的疫苗 背书说 接下来很快就会得到 国际疫苗的认证 不排除会列入第三剂 那么再看看过去 这样的状况发生 现在高端没有办法获得EUA EUA可能说不定要被撤销 没有骂得保护力 没有骂去日本 其他人怎么说 怎么解释 有一位医生出来帮忙护航 他说政府又没有逼你打 是你们自己要打的 批评高端的人 是不是忘记是你们自己要打的 真的不是被逼着打的吗 当时医师 陈 这个是陈医师 陈长宇 还帮政府当护航的侧翼吗 当时逼打高端有哪些例子 老师们爆料 开学在即 学校暗示 没有别的疫苗 只能接受高端了 赶快去打吧 还有公文 当时中华邮政公布出来 要逼员工去打高端 洪梦凯当时就批评 第二类高端好意思吗 第二类高官好意思吗 还有新兵去当兵的人 除了要吃这个可能毒猪毒牛 他还说要配合国防部 依据当事人的选择 要打高端吗 那么还有移工 被带去机体打高端 各种各样的 被逼打的状况 因为没有选择 都忘记了吗 所以网络 当然很多的言论说是睁眼 说瞎话 没有逼你打 只是挡了其他疫苗 挡疫苗的还有其他例子 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是黄光晴媒体人 他的爆料 他说当时高端被食药署 是赶鸭子上架 怎么回事 本来高端是预计 按照研究的时程 是要在2020 也就是今年的年中 才要完成二期实验的 但是食药署突然在去年5月 就下令说要赶快进行 要求提前 提前的一年 以至于原本的期程 全部乱掉了 无论如何他没有做完三期 就先通过EUA 还有包括提早施打 没有办法出具保护力的证明 而当时时间点很巧 因为2021年5月公布不是吗 当时2021年的5月不就是 郭董提出来BNT他要捐赠 所以捐赠方案却屡遭阻挡了时间 这个时间点跟高端要让民众施打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连结 当然有太多联想 我们如何从刚刚市场被呛 到这一两串的高端的议题 不都是让人家觉得 这个仇恨值实在是高到 没有办法降下来了吗 陈时中 陈时中的这一个在市场被呛 已经不想是第几次了 我自己个人看到 每天都有 就至少有四次以上 所以每天都有人在呛 他的仇恨值 不管是实际上面的扫街 或者是说在民调上面的显示 基本上在台北市高达47.5% 是把黄珊珊跟蒋万两个人加起来 都没他多 所以大家非常的讨厌他 那讨厌他的理由是什么 其实就是你的疫苗没有处理好 你在指挥官的后半任期 简直是荒腔走板 从3加11之后 每一个处处都是漏洞 然后你不私检讨 你还不断的去隐瞒资讯 我们就讲说这个刚刚讲高端 食药署赶鸭子上架 本来预计今年中 才完成二期实验 对啊没有错 现在的二期报告拿出来了吗 不是说好说某年的10月是 到现在都没有 然后当时EUA的审查 整个民进党否决了 让他公开透明直播的过程之外 后来连录影都没有 只有一份这种会议的资料 那里面也写到说 因为很多的资料不齐全 所以必须要在一定的期限之内 去送这个报告回来 给我们看数据 才能够执行他的EUA 到现在也都没有 那100万人打了高端 你把这些人当什么了 那高端 你知道吗 高端的股价是这样子 本来是平的 2018年上市之后 因为政府要采购高端之后 开始飙高 飙高以后 又没有人要打了 现在下来 股价回到从前 金管会已经市井很多次了 为什么都没有人去查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这么讨厌 陈时中的原因 就怀疑有人在里面牟利 怀疑里面有不公开不透明的地方 然后可能有人赚了钱 但是倒霉的是 我们现在打高端人出国 还要花3500块做PCR 所以这个事情让大家觉得 其实昨天我在董事长开讲里面 这蒋万安他有秀出一个东西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是一个他手写的 因为会议资料 就是他的秘密会议里面 不可以录影录影 所以他就看了保密的例外条款之后 回到办公室把他默写出来 参与会议的人 对 蒋万安他去参加了 某一个 蒋万安本人参加的会议 本人他去参加了一个闭门的会议 不是说可以看涂黑版本的吗 不是看到的不多吗 他一进去就看到全部涂黑了 那吓一跳他们马上立委去争取说 可不可以不要涂黑 那卫福部就不愿意 所以他就 因为他做过律师 他就往后翻 然后去找那个例外条款的地方 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一段 然后他回去就把它默写出来 那这段在讲什么呢 就非常清楚的是 只要法院政府监管机构需要的话 就要揭露相关的合约 所以你不能涂黑的 所以只要到法院去是不能涂黑的 这就是为什么吴子佳一直说 陈时中贪污他死都不告吴子佳的原因 你一告了之后 根据这个保密条款它启动以后 那价格就要公开出来 最后我再讲一下那个淹水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瞎 代表你根本没有准备好 难道你因为一台车停在那里 然后你也找不到车主 你就要让全台北市变成威尼斯吗 这不对吧 你这个车主他的车停在那边 那个门口都有一张很大张的 告诉你说这里停车是有风险的 所以我当然主张要通知 我也觉得既然人家车子泡水了很难过 我们也可以谦卑一点 不要再去刺激他们 可是停在棋外的这个风险 本来就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你不能因为一台车子没有移走 就让全台北市淹水 不然我家车又没停在那 为什么我家要配合一起淹水 那淹水以后很麻烦 会有蚊虫 会有一些传染病的问题 会有淤泥要清淤 要花费很多 要动用二倍金 这些你诚实中都没有想过 你就只是因为为了要打科文哲 就随便乱讲 那这样子的人仇恨值当然高了 这个证件好像都是随便说说 居然可以把水门 一旦有淹水 车子只要题外还有车 他就不关水门这种证件 都可以随口讲出来 这个叫台北的水门案 就是过去美国发生水门案 那个是总统要下台的 如果今天真的按照陈时中的说法 他当选了 他这样做 我告诉你 这个台北市民一定叫他下台 不是 因为你要知道台北市 登记在岸的这个车辆 总共有170多万辆 你为了50辆泡在水里 你要牺牲那170多万辆 这是什么样的比例原则 所以根本的问题是 他对市政不熟悉 这常试的 这不需要市政熟悉 你要知道这一次 他当然是为了科文哲 他泡了一堆车 然后讲出那种说 每个那是你国民自己要负责 那是他的政治观感 让一些市民不爽 他们想要抓着这个议题继续打 结果没想到得意忘形 讲出了不该讲的话 结果是反杀自己 这个其实我觉得陈时中的团队 赶快修正一下 把这个 你就说我们会去检讨相关SOP就好 你不能讲那什么 有人车我就不关水门 这句话完全错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知道现在 即便是 这一次是因为这个 豪大雨的警报 它其实台风警报 都没有发布 一般来讲如果台北市只要有台风警报 乃至于海上乃至于路上 只要今天台北市政府一声令下 你所有车你不移 我们会帮你移 你还要付移车费 就是说车主你不移没关系 但是我们官方会帮你把车拖掉 拖去保管 然后到时候你自己还要缴费 一天多少钱你还要去缴钱 所以还有罚款 所以这个我觉得 其实现在都有一些SOP 这一次 其实你说是因为天后巨变 有海上台风警报 但是台北其实不在这个警报范围内 所以这一次比较算是一个 临时的豪大雨的一个状况 当然我觉得市政府该检讨 但是这一次陈时中的反杀 我觉得是有点 反而是打到自己 这样不好 我帮这个巧新补充一下 这一次看起来是疫情 变成是年底台北市长选情的关键 为什么 因为陈时中的角色 就是所谓的指挥官 当然两年多指挥官 他才取得这种所谓民进党 让他选台北市的门票 而这个巧新刚刚讲的秘密会议 他其实不是秘密会议 那个叫做调阅小组 他会把卫福部会把相关的合约资料 送到立法院一间会议室里面 然后立委有空你就 比如说我这两个礼拜会发生那边 你有空你就过去 我说我是哪个立委 会有人在现场接待你 所以你不能录影 不能录音不能抄写 你要去看 你只能看 看完之后 你用你的脑袋的记忆出去 你可能就拿笔 纸笔把它写出来 那个应该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那一份更特别 那一份是另外一个秘密会议 只有45分钟就收掉了 只有一次机会 这么神秘 所以我说这个当然我觉得 蒋外安他有去看到一些东西 我觉得是好的 但是后续 比如说过两个礼拜电视辩论会 你会不会直接拿着这个 去问陈时中 这个是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说谎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后续 可以继续去观察的 因为这一次 不管是高端的争议 不管是这些什么疫苗采购 不管是这个 什么审计部去检查 去纠据说 这个卫福部有一些缺失 我觉得这一次的疫情 陈时中有很多事情 都没有讲实话 这是一个确定的状态 那到底我们为什么要选一个 比如说我们不管哪一个 不分政党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会说谎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不老实的人 那市民投给你 那是冒着一个很大的风险 所以今天市政机器 你要知道台北市一年预算 应该刚刚通过明年度预算 也是上千亿 对不对 所以上千亿的预算 在你的手上发挥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办法给你的市民 一个安心 一个放心的条件的话 我觉得市民可能很难会 往这个陈时中去决定 关水门 治水你说不是他的专业 但如果在疫苗这件事情上 不就是他在指挥官上 最终要发挥的专业吗 有华哥 我告诉各位 审计部一个副厅长 都可以看到机密报告 审计部提出了五项缺失 审计部自己讲 审计长自己讲 他说他没有涂黑 他看到的都是原本 一个副厅长负责这个案子的 居然都看得到 那请问立法委员 为什么不能看 审计单位 这个是杭州南路上面的 审计单位一个副厅长 他奉命来签结这个案子 他要提出审计报告 然后副厅长带着科长 可以去看那么多的资料 那请问一个小小的厅长 他是事务官 立委是笔造政务官 对不对 兴奉笔造政务官 那请问立委为什么不能看 那我想请问一下 一个副厅长 他带着几个部署 科长级的都看得到 况且 最多最多最多那些科长 还不是检任官 副厅长是检任官 好 检任官可以看 请问立委为什么不能看 请陈时中答复 那第二个 就是说陈时中 现在一直规避一个问题 到底有没有价差 到底有没有价差 那我上个礼拜已经秀过了 就是305块的价差 这个305块的价差 一计究竟多少钱 跟你陈时中讲的一不一样 好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那都是推测 都是你们的推测 让实际多少不回答 但是审计部 如果说是我们的推测的话 那请问一下 审计部的五项缺失 是怎么来的 那你告诉我们 那你卫福部你要答复 陈时中碰到这个问题 说我已经离开这个单位 现在是王必胜他们的问题 是 对不对 就是说那你不能一推二五六 那你应该要好好的讲 你诚实的讲 变成老实中 不要变成什么说谎中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看打打疫苗 打打疫苗它是更可恶 因为我太太教书的 那个时候碰到一个 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说没有打疫苗的 到学校之前 一个礼拜搓三次 然后一次三 那我好像记得是 三百七十五块钱 然后你就逼着他们 去打疫苗 还有学校包营养午餐的 几乎每一个人都打高端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其他疫苗 还有学生 尤其是可恶的 那我是收到很多成情的 他说怎么办 他说没有其他疫苗 我们长官说 叫我们自由选择 但是自由选择 只有一个叫做什么 必选的 就叫高端疫苗 那个时候 各位晓不晓得 还有分十三类的 那个二十几岁的 通通都打不到的 那这些都是陈时中干的事 那陈时中要不要讲清楚 现在我讲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蔡英文看到他选情不佳 他派了林景昌 姚仁多 还有民进党一个主管文宣的 他们跟陈时中 完全没有办法沟通 所以弄得他现在 讲的所有的话 变成了金玉良言 那个良不是良心的良 是开水良的那个良 就是说现在台北的年轻人 还有一些人 为什么对陈时中的仇恨值那么高 这个是陈时中自己要检讨 是 竞选团队 如果内部都跟他没有办法沟通的话 难怪一体会打成这样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